我父母都不在了啦 那但是 我对他们当然有想念 尤其跟我妈妈 最后十几年是跟我 是跟我一起住的 生活在一起 我从德国回来就把他接回来 那时候我爸爸过世 我就把他接回来 我结婚的条件就是说 第一我讲先清楚 我不生小孩 那第二要跟我的父母住 那我先生也都答应 那因为我知道 我父母跟我住会比较快乐 那可是我也经过一个 很挣扎的历程 我小时候是功课很好 我曾经在这个节目讲过 那我爸爸以前会保险的 高高说心甘苦苦了 就心甘宝贝 然后我国中高中 我高中还念私立学校 学费很贵都很好 然后到我大学的时候 突然间就变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样 我考的是国立大学 学费很便宜 那时候民国71年 那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爸爸给我三天100块生活费 我自己要吃三餐 这么少啊 难怪你这么瘦 后来我就抗议 然后我爸爸就给我七天 一个礼拜250块 我这其实觉得很羞辱的 那我其实还没上大学的时候 我爸妈就告诉我说 房子要给我哥哥 那因为他们觉得我工作能力 也比较好啦 应该会比较好 功课都比较好嘛 那他又是男生 好那我觉得就认了 可是你给我100块 你给我250块 我实在太难过了 那后来我妈妈就疼我 私底下给我1000块 我还记得那时候1000块大钞 刚出来不久 我个性也低耶 因为我抗议两次了 你这样 我就做了一个动作 我就把钞票撕了 就把它丢到风中 我说many 撕哪一张 1000块 1000块啦 拜托你撕也撕100的好不好 没有啊 那个还可以粘起来 因为我100的已经用完了 我没钱 我妈妈给我一张1000块 那你要去抗议你爸爸 怎么抗议你妈妈 不是我那种感觉是 我好像被施舍 我讲真的 那我就把钞票撕了 然后我也没多说两句话 因为国立大学容易找家教 那个时候升学压力又很大 我就去当家教 我教的成绩很 我教的我很会教哦 我记得我一个礼拜 只去教两次 在那个年代 听好一个月我就有6000块 真的不错的 其实靠自己更好 我都靠自己 那我其实应该说 我还10岁还没有满20岁 我就没有再跟家里拿过钱 那毕业后我出来工作 我每个月三分之一的薪酬 还给家里 对 那你说你要跟父母计较嘛 你说我怎么不平衡 我当然有我很不平衡的地方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 可是我会觉得就说 后来是我的念头一转 我就觉得说 要修多少的缘分 这辈子才会当妇女 那我爸爸走得早 然后我爸爸临终的时候 去交代我说 就跟我妈妈说 一定要跟妹妹住 你才会好命 然后我爸爸把我 就是很虚弱的讲话 我就说你都不用讲 我都知道 所以我爸爸一走 我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妈妈接来跟我一起住 那我妈妈 最后也是 就是他跟我说说 他其实他人生最快乐的最后是最后这十几年跟我住 因为我不会管他任何事情 然后我妈妈那时候干净化 第一次吐血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后来紧急送一回来 我用尽办法 然后帮他请孕佣 然后也过了很快乐的日子 那我只觉得我妈妈其实是 我妈妈也是从小就当养女 我妈妈一辈子没看过自己父亲的照片 因为父母失合 所以我了解女人吧 了解女人 我了解我妈妈那种痛苦 那我就说 我到最后我觉得我是用 我觉得我这一生我还能给一个人这么多 我都很怀疑 那到最后我还记得我你知道那一天 因为我每天都会去医院陪我妈 然后晚上是应用会睡在那边 因为我白天要工作 有时候是我妈如果是急救死 我是一整夜都不睡觉的 那我还记得他过世前一天 他说他想回来 因为他那时候就昏昏的 我以为他在闹小孩子脾气 我说不行 因为回来我们也会手忙脚 因为是人生最后 他随时有状况 然后那个护士小姐跟我说 妈妈没问题的 然后有打抗生素 有点轻微感染 那我记得第二天那时候 我主持完广播节目 诶 振兴医院打电话来 我就觉得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他就说你赶快来 婆婆已经带呼吸器了 我挂掉电话我冲下去 我一辈子没有这样 我叫我坐着计程车 我是克制不住自己 我啊一声尖叫 那个真的是狂叫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反应 尖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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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抱歉然后到医院去 然后我妈妈已经走得真的很安详 可是就是有时候 我每次经过振兴医院 我回家会经过 有时候看着黄溪的水 有时候眼泪会掉下来 我觉得我妈是我的哭点 就是那个过程当中 你有太多成年往事 然后一些回忆 有辛酸的有甜蜜的 可是我是觉得就是说 我曾经走过那种很煎熬的 我觉得重男轻女很不公平的历程 但是到最后老实说 自己才能是自己的救赎 你救赎了你自己 其实你也救赎了你的家人 如果说你想到就是说 父母在这边从小 他是把你生养长大的 你心中还有那么一点点心的柔软 其实是可以挽回的 是可以救赎的 可是很多事情是一年之间 你那么想的感觉 那是我心中的感觉 我也曾经很不平衡煎熬过 就说为什么对哥哥是这样 那为什么都是我在付出 我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事 可是后来我转念想 因为我比较会念书 我工作能力比较好 那我就会站在我父母立场想说 那他们当然会觉得说 有能力的你多付出一些 不然要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我又让自己讲说 我如果一直在活在 这种不平当中的话 其实我在折磨我自己 我在折磨我的家里 那你一念之间 你转的念你放下 你去珍惜那个缘分 你知道当你一念之间 你放下以后 你的世界是霍然开朗的 你的天空乌云是会扫去的 你的心中有很多爱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正能量 然后你的路 你至少你每天 你会喜欢看到自己 你会喜欢看到 其实他们也是爱你的人 你要了解他们这个过程中 他们有他们的无可奈何 他们不如意 那有时候换位思考是很重要 那我看看我哥哥 我觉得我哥哥 虽然看起来表面上说 他得到很多 可是我觉得他心中有他的苦楚 他也许他也会很希望说 他也许他得到少一点 可是他如果能够像我成绩这么顺 人生这么顺 那有多好 所以世间没有绝对的公平 跟不公平 祸福相依 但是你自己 你怎么样子来解脱 你怎么样去换位思考 你怎么让自己 有一点柔软跟爱 那真的是 你至少你放过 你自己放了家人 你还可以救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